我们来做课本的self-practice 10.1 ok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说我在2015年的时候是这么多 17年的时候是这么多 然后他叫你找index of 这一个东西 17年based on 15年的时候 就是说我的index of 17 based on 15 会是等于我的quantity of 17 over quantity of 15再乘以100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的quantity of 15 然后这个是我的quantity of 17 所以我是61956除以75376再乘以100 然后我就有用计算机来按一下61956除75376乘100的话 我拿到的是82 OK 我拿到的是82.1959 OK 他差不多是82.20这样的一种东西 So 我可以知道就是说我15年去17年的时候 他的index呢是82.2 然后他是减少的 他减少了多少呢?我用100来减82.2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17.8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知道他其实是减少了17.8 所以他的那个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commercial vertical decrease by 17.8% in the year 2017 compared to the year 2015 的那一边呢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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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